斗罗大结局再次魔改 三五融合剧情被删 四对新人结婚 真就是恋爱大陆吗 兄弟们 斗罗大陆终于是要彻底完结了 无论以前怎么吐槽 这一次我要吐槽的更狠 因为是实在忍不了了 斗罗不但剧情多 还是把大结局大电影拆成了三集 咱们就不说了 关键是这稀释的剧情 这垃圾的改变 这恶心人的编剧 这一个大结局真的是恶心到像吃了苍蝇 首先大结局里面是原著里面 最高光的时刻 在我们的想象中 他应该是热血中掺杂着悲壮 二人前一秒能燃 后一秒能哭的感觉 就像完美世界的七神下界 时好为了天下擦身 和黄羽打得难舍难分 后一秒战死又是那么孤独 而且又无奈 唐三这弹不应该也是如此吗 照理来说 应该是为了保护天斗帝国和千日雪 各种神级技能对决 并且还要和比比东大战一场 最终却不敌二人远落 轩染观众的悲 随后被奥斯卡和荣荣复合 最后大战粉碎 武魂帝国的阴谋 可是这大结局到底做了个啥 然而方面 还没嗜好两次救而自然 而悲的话 也没有半点小五献祭时候的悲 就两个字平淡 真就是平淡如水的感觉 画面支离破碎 神级大战 就让两个人就肉搏 连魂祭都不释放 而唐三的死就更是离谱 被比比东一镰刀偷袭死了 怎么一个神就背后被捅一刀就行呢 把独盗罗给挟死 十号九环七战的名场面 也完全被删除 就目前这两集的质量 别说碰瓷顶尖国曼 就那个双十之战的质量啊 我都觉得它跟不上 而在最后 263集的更多细节也爆出来 唐三的复活方式 这次也进行了改编 原著中 圣经荣和奥斯卡的复活神光 复活了唐三 而这次官方配文 撕裂生死界限 唐三继承部分修罗神力 重返人间 所以这就暗示 唐三是因为修罗神力的帮助 才复活的 而这复活的神力 只能保持一天的时间 唐三要在天亮之前 离开人间 去到神界 不然就会彻底陨落 怎么的 也就是后面一个神级大战 就几个小时就打完了呗 要直到十号的最后 准先帝级战斗 我记得打了三万年吧 所以明显这里也是勿改了 唐三是因为修罗人神力复活 那么原主中小五作为修罗箭窍 也没有了呗 唐三后小五融合的剧情 那就更没有了呗 好歹小五在原主大战局 起进了决定性作用 现在好了 这样一看 整个动漫小五 我真的看不出来啥作用了 作用完全被弱化了 而除此之外 官方还放出了一场婚礼 是关于史莱克的婚礼 四对情侣全部都结婚了 这是干嘛 这不是被粉丝 实锤恋爱大怒了吗 你说你个爽文慢 最后的大战局 是一点爽都没有感受到 还要被吃狗粮 还是四对 看来导演果然是女的 就对着恋爱说出 恋爱其实我并不反对 但是主线剧情的打斗 主线剧情的高光 你能不能先做好 最后再来一个 全部结婚的方面 不过看到四对全部结婚 毫无疑问 白成香的结局 可能也改了 没有像原著中 孤独中老 可能一起去到了神界 虽然斗罗大陆完结 五年的青春结束了 但是这个大结局 做的真的是太失败了 超越了斗罗前面的 所有失败 我愿意称之为 顶级烂位 绝对的烂位 你在这个结局 是怎么看的呢 我愿意称之为 我愿意称之为